我志愿现身医学 热爱祖国 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所有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精神 女鹰手术胸险异常 如果有风险 你们做的话就没有希望了 你开了之后 他可能就把我当时的料理材子上来 95岁资深专家会诊 第一步是肩穿丝 70年行医 他救过数十万儿童的生命 医生的病人是交命 选找最美医生为您讲述 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泽 人心人术大爱金城 2015年1月28日 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知识专家张金成认识 从从南往肿瘤病房 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正等着他救命 通过超声监测 孩子腹腔长满大大小小的肿瘤 却无法分辨是血是水 不手术生病危害难息 科手术一旦打开腹腔发现是血 将有极大风险 如果这里头都是血 如果胀着 胀力很高 他肚皮包着他 他还没问题 你把肚皮一打开 打一个大口 他蹦着他就泡了 泡了血都出了 马上就死了 是吧 你得想到这些最坏的情况 之前的话有做过手术 但是手术没做干净 先是复发的 那个当地确诊是什么病人 那时候做完手术 诊断出来的话 就说一性腺腺腺腺腫 几年前做 就是14年9月3号 现在的话是四个多月 从患病到复发 仅四个月 这个一岁半的湖南患儿 腹部飞速肿胀 咳嗽 发烧 呼吸困难 必须马上做手术 情况肯定是相当相当的危险 相当相当的困难 因为刚才你们也说了 就是再等这话就不行了 确实也是再等可能就来不行了 困难一定想办法克服 但是危险的事也在理不良 在最后努力完力 冲着一下的时候 也许能冲过去 但是也许就冲不过去就到了 就算再有风险 这个你要治嘛 你不治的话就没有希望了 一定要留住弱小的声音 为制定手术方案 这几天张金哲院士很久没有离开 不断与主导医生寻找各种可能性 张金哲院士今年已是95岁高龄 而作为中科院资深院士 中国小儿外科重要创始人 最近几十年 他尤为关注小儿肿瘤 大家研究这个肿瘤最后研究的根本问题 是个基因问题 是个遗传问题 如果你的小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将来大人他都没有这个病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 张金哲院士就率全国之先 开设小儿肿瘤科专专业 张金哲一九二零年出生 十八岁以满分作文 不为良相 命为良医 考入燕京大学 二十五岁成为医生 迄今行医七十年 他救过数十万孩子的命 眼前这个备受疾病折磨的孩子 曾辗转独家医院治疗 却因病情复杂 没人敢动手术 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 张金哲院士提出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第一步是不是他先穿刺 看看里头是高压的 血还是水 它是血 你再把小孩让它拧住 要是水 那它还好一点 反正你先穿刺 看看能不能 一步和一步让它穿到负压 这穿到负压 这个都可以撤了 就可以再穿另外一个地方 你有这种 这个试验 你如果是这个成功的话 那你就可以啊 就像干型的 弱一个东西 反正先凝固它一块 然后把它气化一块 给它吸收一块 就这么样干来 慢慢来吧 我们一点点逃吧 一点点逃 这穿着 这穿不解决问题了 另外点我就再穿 对 逐渐逐渐呢 它缩小 它缩小一点 小一点 它都松了 牙力低了 你也可以 都可以办了 甚至你打开都可以了 对对对对 关键是 关键是不能出血 不能糊糊的出血 而且关键是 能这东西能往外拿 那我们就把这边 就这么定了 对 第二天 手术正式开始 有张金哲的学生 北京儿童医院 小儿肿瘤外科主任 王焕民中刀 而这一天 也是张金哲院士 出诊的日子 他在等待手术结果 老人最怕 孩子父亲真的是血 那么手术中 很可能因大出血 危及生命 父亲是水 患儿闯过危机第一关 而其后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步步降低腐压 父亲开口 切除肿瘤 而每一步操作 都要被他小心 证明他不是 没有张力 那你就敢拿他 拿他当然也是 一步一步拿 你先拿一步小部分 你拿完了 这能拿 往后再逐步地 扩大扩大扩大 拿这种东西 我们说要步步为营 是吧 做一步 车里一步 做一步 车里一步 我估计他们是 能够弄出来 整成六小时 这场性品纠关的手术 终于结束 收工程还是挺顺利的 还是挺顺利 但是呢就是 就是楼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一的都把它切下来 也抽了不少血 但是呢 总算是还比较平稳 它都下来了 从现在看起来 还是像是咱们原来说过的 这种摸后的大扩大扩大扩 那就喝净好 谢谢 好 好 来看一下 我们家里看一看 这边看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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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怎么哭 怎么真好 那个 就是整个 就是就像咱们手术 比方手术签设想 是这样 都是按 当时一步一步做下来的 完了以后 先穿刺 感觉还行 提了个小口 碰着碰 还有得动 后来就 就就 首先都把口签 全开了开 然后整个一点都做 一开始 已经太大了 一开始 隐喻出绝 什么的 但是 曾经一度就感觉 可能是只能做一部分 或者一大部分切除 但是经过努力 还真的是 最后完全切除 两侧所有的封面后 全部切得干干净 切得很完全 相信 应该还不错 应该还好 你也特开心 真的 您昨天压力也特大 是啊 这个生活确实是挺困的 当然是 当然今天也是出不上学 出过两个学差不多 对孩子年龄也小 提高低 学少 还不错 挺好 很开心 很开心 太好了 主导医生王焕民 从中离开 因为张基哲院士 一直在等待孩子的消息 一做完高兴 就赶紧汇报的 这不是刚做完吗 不是 你看这个 这个之前我们先做了个穿刺 对 完了又这是切了个口 这还是第二刀了 先第一刀 特小都不敢动 然后不行 看不见 又切了一点 切开了 这又扩大了一点 又扩大一点 把东西往外搂了搂 这下手去里边摸了摸 摸了摸 确实香 这就胆大了 扩开了 你想想 这个是这种骨子 你做完了 它都扁进去了 就扁下去了 但是现在 这特别的吧 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孩子 在张基哲院士 制定的详细手术方案下 最终不仅保住生命 肿瘤也被全部切除安静 孩子重获牺牲 张基哲院士 也再次创造生命奇迹 以前只是膜拜了一个对象 最后走到他身边 真的也挺荣幸 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学 就说他认为 就是走到张院士 这是我们小儿大学的殿堂 能够在张院士身边工作 那是他的荣幸 实际上是代表大家的心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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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轻 张基哲院士太熟悉这点的感性 但他总会把自己当作平日的救命恩人 我们医生跟这病人是共同跟这疾病都斗争 这是朋友关系 而且是交命朋友关系 交命的朋友 他这孩子命都交了你了 为保证患儿就诊舒适 冬季北京儿童医院 时分会保持在零上87摄氏度 而这两天 张金哲院士一直为手术患儿焦虑 加上气候干燥 回到诊室后 他突然流鼻血 太热了 您摁住吧 不用摁住一会儿就好 洗一下洗一下 不用 要找不过出来吗 不要 拿点水 没事 那摁住了 它就不会 头靠过去 靠着 头靠过去 不用一会儿就好 靠过靠 那您摁自己摁 这样摁一下 您摁的位置不断 你看还带流 你再往上一摁 让光头看一眼 等一会儿就好 不用 不用 你等会儿 我等会儿 咱们别人玩 贾美平 跟随张金哲院士 三十多年的秘书 两人情同争异 他了解老人 老人不愿意给别人 添一点麻烦 可其实 95岁的张金哲院士 早就是一身疾病 他的胃 在二十年之前 就大步切除了 他的肺部 从应该是六年以前的体检 就发现有两块阴影 这两块阴影 虽然没有发展 没有什么 但是它绝对是一个 潜在的一个问题 它存在他身上 再一个就是 他前年 心脏是装了起波器的 所以就是 如果是按照我们常人的 这个 就是去想象的话 他全部都是在用 在是用机械的方式 在维持他的生命 哪一个机械出问题 都可能会影响啊 医院甚至前些年 还给他 规定他不许外出 但是后来老先生也坚持 所以张钥匙就是在讲 他说你这个 如果不工作 或者就没有意义 即使冒别之年 医生疾病 至今张金哲院士 依旧出诊 他还从长达34年 每月都去天津儿童医院 义务出诊一次 34年纷纷不屈 直至86岁 他们说 给你办一个手续 应该给你发工资 我都跟他们说 别来这套 我是国家的干部 国家已经给了我薪金了 我在24小时之内 都属于这个薪金范围的 如今张金哲院士 每周两天查访 两次出诊 他还有一个 保持了70年的习惯 只要病人就诊 他都会起立营送 我特别怕 他真的站起来摔着 我们都特别紧张 但是他必须 他就得要这样 我们说您不用起来 那也不行 必须起身 我们是文明人 这是文明的一种表现 90多岁的老人了 还在那接受岗位 给小孩看病 我觉得我能遇到 也特别幸运 和所有医生不同 在张金哲院士的白衣上 有他自己亲手描下的姓名 好像牌上 他都写上 但是那个字都很小 我们真正要跟这病人搞好关系 你首先你先告诉你是谁 你不告诉人家你是谁 你算是平等待遇吗 是吧 你是愿意跟人家交朋友吗 所以我这 可是怎么办呢 我就在这写着 写几个大字 都这么大的字 是吧 是外科张金哲 为了和小患者交朋友 张金哲院士出诊时 还有一个小绝活 那就是为孩子变魔术 会在这个小学法 就在他面前这么做 这也不用什么东西 很省事 不一定都是用习法 掏这个笔来 你给他 他玩这个笔 你就可以检查呀 说呀 他就玩这个 张金哲院士一生著书无数 至今他还在写一本 现代人文接诊学 而一组数字 让老人尤为寝食难安 数据表明 我国平均每年 儿童肿瘤新发病人 两万多人 而这个数字 还在以每五年 百分之五的速度上升 这些数字 对于张金哲院士来说 就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让九十五岁的张金哲院士 无法停歇 张院士就是在承担一个课题 当然是我们在一起做 就是工程院有一个 就是中国儿童肿瘤 救治体系怎么样搭建 这个战略研究 这么一个题 这就需要到各地去调研 去年我们还一起还出差 去外边开会 都从头到尾 一座座一天 张金哲院士前后编转了 最后就算了这个肿瘤 我就盯着这个肿瘤 他说他现在的人生啊 就是要为儿童的事业 来贡献他所有的一生的 那么他现在每活一天 只要他活着 只要他工作 只要让如果再反过来说 就是他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工作 我觉得长寿的意义 就是服务 就是做工作 工作可以长寿 不工作长寿也没意义 张金哲院士 曾先后三次 融合国内外终身成就奖 2000年 他更是获得了 国际小儿外科最高成就奖 英国皇家学会 丹尼斯布朗金奖 至今亚洲获此殊荣的仅为三人 他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名 95岁高龄 张金哲院士与他的小患者 相差近百年 其实在行医 他始终对患儿满怀爱与慈悲 翘首百年 张金哲院士还有个最大的期盼 在医生不懈努力下 让人类永远告别癌症 我估计我赶不上了 我的这个愿望 我的这个中华梦 让他们圆 医生就是跟我们记得非常近 谁也预防不到下一秒什么情况 医院是一个24小时 就能处在冤场 医生手托的是性命 责任重大 最着急的病人 最重的病人 都是在急诊发生 病人和家属把自己的信誉 都交付代理在手上 时时刻刻 你要为病人着想 医者人心嘛 人有一个信 人是排在最前面的 有这么一颗人心 曾经努力地把工作来做好 把这病人来救好 如果你用一个善良的心的话 病人可能做个医生吧 无私奉献 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能够处处为病人着想 看的好的服务都到的 知识比较全面一些 又有爱心 人心 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 世界第一艘万吨级制式医院船 它叫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这艘船长178米 宽25米 一共有8间手术室 300张病床 并设有重症监护室 麻醉科 检验科 腹科 骨科 中医等18个科室 在船的两侧 悬挂了三个救生体 尾部还有直升机起降平台 它被誉为 驶向大洋的生命之舟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上的医疗器械 都是根据医院船的需要特殊定制的 达到三级甲等医院的水平 为了不受航行中风浪的影响 船上所有的设备都被固定 船底还特别增设了减震降噪措施 能有效缓解海上航行的震动和噪音问题 堪称一座安静型的 现代化海上流动医院 今天最强台风海验 今天在菲律宾中部登陆 并重创当地电力通讯和交通 三名总数接近694万人 仅塔克洛藩市一地 在此次台风中的遇难人数 就可能会上万 2013年11月菲律宾遭到台风海验侵袭 中国政府派出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副飞参与人道主体医疗救助任务 他叫延灵海军总医院副产科副主任医师 他和93位来自海军总医院的医务工作者 资成了这次医疗救援任务的主意 我们医院从这个准备医刀队 从人员到这个物资的准备 只花了48个小时 时间就是生命 为了尽快抵达灾区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行驶的速度 比执行任何一次任务都要快 我们为了让一个船速度跑起来 把底下这个稳定的平衡的装置给关掉了 原本要4到5天才能到达的航程 确实直接穿越航浪区 踩中了最短航线 坐落到了三天就要到达 你就觉得这个船就感觉在就是在坐海盗船 一下子上去就在就在那等什么时候下来 所有不一种老船员不怎么晕船的那全晕了 所以大家就说其实这一次航行 是我们所有几次航行里最苦的一次 顾骨上军船带来的身体故事 到达菲律宾卡克洛班之后 海军组医院的医务人员迅速进入救灾 严林和他的队友为孕妇一会儿做一些检查 在这个过程中 他遭遇了从医生家里最大的一次停战 我到了他们那个当地 没一家能够分娩的医院 发现命运娃娃占了二三十个大肚子 有做的就不错了 基本上都在地上走 而且光着脚 台风过后 卡克洛班当地所有的房顶都被掀开 没有一家完好无损的医院 在严林看来 这种就医环境对于生产来说实在太可烈 而在检查过程中 严林已经碰到了几名族月 并随时可能生产的待产妇 他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 在当地也是一个公务员 他很坚信 他自己很有主意 他和他爱人 先是到了当地的那家医院 此时 在前往菲律宾的整个航程中 一直困扰着严林的问题 已经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紧张这件事情 我始终在问我们的院长 会不会在我们的船上升 原来在国外执行任务时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代表着流动的国土 一般来说 不允许在上面诞生别的国家的婴儿 救援的任务 起码在国内救援的经验 妇产科应该是肯定首当其冲 接生这是没说的 可是在国际救援 包括更何况是在我们医疗船上 这个生孩子首先能不能实施 这个问题就很难说 但是多了个心眼 带了产包 带了抛夫产包 每天潜出到灾区 寻找需要救治的病人 严林的心里一直挂念着 之前检查过的那位高龄产妇 她的预产期就在这两天 走过来走过去的代产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推拉门 把这个产房和代产室分开 根本就做不到那种无菌的操作 大家都生过孩子 都是女同志 你让她在那样的条件下 真的是于心不忍 一边是国家法律神圣不可侵犯 一边是即将分娩 急去救助的代产妇 严林考虑再三 向上级寝室的这个紧急状况 她说有这么一个孕妇 因为很快就要出生了 可是当地没有这个条件 她说能不能寝室 把她这个转运到船上来 孙院长马上看到了这个问题 她就跟当地的这个 包括大使馆 包括当地的这个官员 也在聊这些事 我们跟她协商好 然后呢出生以后 这个出生证明 还是由他们来这个签署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每一个医务人员 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相信这个来源是符合国际的 闹主精神的一个诠释 灾后的塔和洛班 避免遭空机的疾患 原本可以停靠的码头 也被摧毁 医院船只能放过在 别陆地十海里左右的地方 通过直升机和冲锋艇 把患者EPP日产船 进行治理 严林检查部的高龄产妇 和另一位肚子已经疼得 一天的年轻船夫 也被接到了船上 因为这是我们接生的 也是河北方舵医院船 接生的第一个孩子 那么是不是能够平安 因为我们是在 一个是国外服务 第二个呢 这个孩子的出生 他这个有大人和孩子 两个生命 毕竟第一次出这么大的任务 而且我又是在船上 妇产科里面 就是医生相对资格 算最老的 我觉得妇产科所有的责任 我都应该承担起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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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押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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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典龄团队 几个小时的奋战 这位36岁的高龄产妇 终于成功产下 一名男人 有小帽子 有小帽子 在身上 它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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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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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感觉就是 菲律宾的这些产妇 真的特别的坚强 也许在那个情况 就是大灾大难面前 太能吃苦 真的很吃苦 当他这个顺利的听到孩子的这个哭声的时候 那么我的心呢就放下来 这个特别高兴 用严灵的话术 这对夫妇并不是很善于表达 但是等到他们在船上恢复了几天 准备下船回家的时候 他们却做出了一件让严灵很惊讶的事情 用那个我们给他准备的尿布 用那个我们给他准备的尿布 给我们洗了衣 相当于是感谢信吧 然后送给我们 就在当天他要走的那天早上 我去查房的时候 马上我都要查完了都要走了 扭扭捏捏地从旁边拿出来 就说 医生这是我们送给你的 那么挺很感动 为了表达对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谢意 这对夫妇甚至为自己的孩子 取名为ARK 更是取自和平方舟的英文 ARK PIECE中的一个单词 作为一名海军 你没有出过这种长河 这种海 我觉得是不完整的 包括我们刚一下床 我们穿的军装 胳膊上戴的那种红十字的袖孤 他们当地军民 所有人见着我们都是古长 说大目准 那种自豪感 这一下子自己就起了 这条案故事 在这次为期十六天的 父妃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中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医疗队 一共接诊三人员 2208人 住院103人 进行了44例手术 这次医疗救助 深深打断了非日平灾区老百姓 感动了非日平全身婚 中共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除了在特殊灾难面前参与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之外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还有从2010年就开始执行的和谐使命国际医疗服务任务 2011年9月 医院船首次远赴古巴 雅买加 特里尼达和杜巴格 哥斯达里加等拉美斯国 执行为期三个月的和谐使命2011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这次任务是第一次以海军总医院医院传医疗队为主体的任务 又是一次任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一个就是横渡 要横跨太平洋 所以整个的因为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海 也没有经过大风大浪 这次的国际医疗服务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从舟山出发后到达第一站古巴就得耗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中惊停一次夏美尼群岛 这就意味着医院船得在海上航行两周之后才能第一次靠岸 漫长的航行 那么在大海中间一夜扁舟吧 就是说跟大海比起来觉得这艘船太渺小了 那我们人更加渺小 跟家里人也没法联系 因为它通讯是不长的 这种寂寞的感觉就是有的 就开始觉得很绝望 因为周围看不到任何的生物 连鸟都看不到 然后每天看到就是黑色的海水 就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到达这次热乎的最后一站 格斯达里加的时候 医院船医疗队却碰到了这样的景象 固步上长时间航行带来的劳累 医院船医疗队员们 开始了白天前出到当地医院筛查病人 晚上将病人带回船上做手术 这种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一位看起来不到20岁的年轻人 引起了骨骼专家英语的注意 这个小伙子来了以后 他是站不住的 靠在那个墙上 我当时一看这个状态就不是很对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 腿疼 很重的一个疼痛 他不能睡觉 然后呢 这个行走什么都比较困难 在半年前 埃尔兰德斯的腰就已经扭伤 而当地医院只能为他做一些缓解疼痛的处理 预约手术的时间已经排到了两年之后 看着这对焦虑的母子 丁宇在给他做了简单的检查之后 马上把情况报给了专家组 因为以前我们不太主张在船上做腰椎的手术 你在船上传下搬运 对这种腰椎的手术 因为他需要稳定性的 可能我们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时间压的时间太长的话 他神经可能把这个走锁压断 就是说神经的连续性是好 但是他走锁断了以后 就是这个脚突然之间搭了下来 我们就足下垂 这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没有用了 神经恢复不了了 那像49岁的一个孩子 长得很英俊的 那么走起路来就是一缺一拐 那基本上就是残疾了 所以这个手术还是必须马上做 情况近期 专家组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数前讨论 周到医生丁宇 虽然在海军总医院已经从医20多年 但这次他要面对的 却是和大多数亚洲患者不一样的 来自拉丁美洲的患者 人种不一样 考虑的因素也更多 虽然已经比较熟悉的手术了 自己也想了将近50分钟吧 就是说每个细节都想到 我也想到他这个骨头如果难咬 你如果强行去咬 不能够顺势力挡的话 有可能这个头就断到这个椎管里去了 那你怎么能取得出来 有没有预案没有 但是我也想到很多方法 但是也都是非常惊险的 如果出现这一幕 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 他毕竟他还有一些差异 所以说这个最大的压力就是要给他把这个症状缓解 把突出的肩盘给他拿出来 那就是有一种非常释放的感觉 还好我们还是很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什么症状可以通过英文的跟我做一个教育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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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1多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在一个支居的情况下 我们准备下地 好 以后呢 我希望还有什么症状 可以通过英文的跟我做一个教育 好吗 如果有很多问题 我会帮我一个人 好吗 好 我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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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学校 我去学校 将来的康复的职业 都是要有完美的 所以说 对医生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海军总医院医院传医疗队代表中国医者的精湛医术 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医院传医疗队的三百多位医务人员 自2010年 执行和谐使命海外医疗服务任务以来 先后到过 非洲 亚洲 亚丁湾 大洋洲 太平洋岛国 中美洲 等22个国家 一共诊治8万多例病人 先后完成大大小小的手术 一共600多例 中国志愿现身医学 热爱祖国 为祖国医药续成事业的发展 中国人类身心健康 奋斗医生 寻找中国医生 明晚温宴享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